大家好,我是圆某人 最近LPL的精彩比赛属实很多 涛博开启北伐之旅 微博横扫EDG RNG击败 LNG不败今生 然后立马输给RA 可以说整个西部战区都乱成了一锅粥 惨烈程度堪比修罗场 而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LPL西部战区 即将更乱,更血腥,更难以捉摸 因为12.4版本即将到来 12.4版本大量的装备进行小规模调整 同时也有很多熟面孔 毫无疑问的遭受了削弱 被大砍一刀,炸药包刷清节点的后移 必然影响飞机的战术节奏 与后续的出场率 所以赛场生态练的洗牌已经迫在眉睫 那么今天我圆某人作为版本学家 就来跟大家阶段性的梳理一下 后续版本的赛场走向 聊聊未来的风向如何 考虑到过年放假 导致博服12.3版本和12.4版本 是合并更新的 所以这两个版本的改动 我都会统一归到12.4中 那还是得先聊 LPL赛场目前最亮的仔 泽力 泽力目前的强度是毫无疑问的 上限就成了AD位置BP率最高的英雄 这套以三项巨九为主的特效流打法 三件套就有700点生命值的提升 容错率直接拉满 如果再加上后续黑切的450点血 那血量加成直接就能来到1150点 一个能够在团战中打出大量AOE 同时拉扯能力还强 收割能力还猛的半肉ADC 光面标签就已经很恶心了 这种混伤的出装成型更早 过度更平滑 相较于暴击三件套才开始发力的惊恶 泽力既不那么依赖辅助 也没那么吃输出环境 整体来说非常全能 综合结果就是 泽力几乎在红色方班位上买房了 对于下路实力有提升空间的队伍来说 目前的局面自然是拿大盒互刷 但泽力的出现 让红色方必须承担更多的BP压力 在女警大概率要办的情况下 泽力的班让红色方的BP非常难做 在同等英雄持的对抗中 红色方天然吃亏 上周LPL比赛里 蓝色方拿到了接近6成的胜率 而泽力和女警坐稳了上周LPL全位置班位的一二名 且与第三名杰斯相差甚远 所以下路必须得有自己的特色英雄 泽力或者女警起码得有一个紧 但好消息来了 12.4版本 泽力惨遭到了连续削弱 设计师明确表示 你们这群点子王想的这种 三项半肉流出装太硬霸了 去 给我玩地容错的暴击流去 一个字 绝 在这样的改动下 12.4 我认为泽力依旧能够坐稳赛场热门 但强度或许就不能达到蓝色方一抢的程度了 尤其如今很多队伍 已经有了处理泽力的思路 比如小炮 德莱文 在泽力无论是设计师还是各支队伍 都在尝试破解他强大的背景下 跌落神坛 甚至开始去上路欺负战士 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这里再给大家聊聊厄斐流斯这个英雄 从1月24日后 厄斐流斯登场的30场比赛中 他砍下了9胜21负的战绩 胜率着实感人 而奇怪的是 LCK那边的厄斐流斯胜率依旧还能超过50% 那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赛区节奏差异的问题 厄斐流斯现在的出装实在太贵了 金克斯好歹还有个攻速装 做过渡 可厄斐流斯那都是实打实的贵族装备 再更强调对抗的LPL赛区 ADC一旦慢一个节拍 很有可能输出就一直跟不上了 如果无法让厄斐流斯置换到更多的经济 无法达到起连输出的程度 那很有可能团战中 你只能见到他一个大招加一个Q的输出combo 毕竟这个版本厄斐流斯要面对的 都是金克斯维克多飞机 甚至发条这种长手盒 而自己的腿又短 在顿攻大削后 自己的生存能力就有点堪忧了 加上这个版本 新崛起的末日寒冬哥俩 与经典组合双圈的不断登场 厄斐流斯的输出环境更是雪上加霜 像灵活的泽利和手藏的金克斯 在LPL分军输出都超过了500 而厄斐流斯则只有可怜的400多 为了献权厄斐流斯在这个版本 大部分都是在强攻 在没有致命节奏加持的队局里 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厄斐流斯的撤肘 如果队伍没有一个很好的运营下路的节奏 利用好厄斐流斯枪组的优势来打运营 那么天然发育下 厄斐流斯很难再承担起4保1的责任 真的太容易死了 而射程和装备带来同样问题的还有南枪 南枪最近的上路也过得相当坦淡 目前只有单带破剑者留南枪 能让人感觉到一点效果 南枪的手比2分64更短 面对这版本的一堆长手怪 南枪即便吃掉大量的经济 也很难达到S11版本的输出效率 顿攻南枪在遭遇了设计师的削弱后 能明显的感觉到 这版本面对金克斯这种长手盒的无力 短或许不是问题 但又短又不够硬 那就真的有点尴尬了 南枪如今的主要定位 我觉得还是对位压制 但考虑到已经看到不少次 南枪对位被瞒着杀穿 所以我确实对南枪的强度 是一个怀疑态度 这个版本真正值得资源倾斜的上路carry绝 只有自带小无敌的格闻 所以这就牵扯到中野的英雄选择上 上路没有AD位的大跌 那么在中路这个版本全是法师的情况下 脚跃即便得到了S11的刷野回调 但登场空间依旧很小 反而是AD开团打野 涡轮贯人马逐渐掌握野区 这种人马工具人打法的崛起 除了气和节奏外 也有这个版本常规阵容 能够提供的开团控制 实在有限的原因 所以最近有一个生面孔登陆赛场 那就是邪恶小法师 一个在rank也不算很流行的传统法师 小法师在12.2版本被拳头大加强过 Q技能的buff 让小法师能够更快的叠起法强 从而掌握中路线权 那前面也说了 版本很多长手怪 长手代表清线风险低 防守容易 游戏很容易脱入后期 燕斧的前提 节奏压力很大 所以你需要能够带着队伍主动的中路英雄 但很多时候不是大家不爱选 而是想拿的拿不到 卡牌一直常驻中路班一哥 而妖姬也是班位席上的常客 而小法师刚好节奏 支援和发育团战都沾点 狼头这个天赋 让腿短的小法师有一定的灵活性 E技能搭配永双的控制链 在中期相当强势 很多人把小法师和狗头之类成长英雄 当做大后期英雄 但实际上这类英雄的发力期是在中期 因为小法师这种靠技能打爆发的法师 很少有团战中直接威胁后排的能力 但他的优点就在于 中期控资源这段时间对于前排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E技能分割战场 WQ的点杀往往能够让对方的战士 在交闪不交闪的犹豫中暴毙 所以在这个缺乏开团全是输出爆台的版本 小法师确实有一定的奇效 但12.4版本小法师惨遭削弱 对线期会稍微难受点 但这个削弱并不会改变小法师目前的定位 作为一个后手出 能够给队伍带来主动性补阵容的选择 我认为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中路不可忽视的存在 那如果说12.2小法师是异军突起 那12.4版本的新贵 无疑就是阿黎了 作为曾经的刮沙女王 过去无论是rank还是比赛都被抛弃很久了 但12.4版本 狐狸重做归来 表现不俗 目前胜率登场率均登顶含幅 在LCK Faker也在赛场上选出狐狸 虽然效果没太打得出来 但我觉得狐狸还是得提一嘴的 狐狸的重做主要是大招和被动的配合 简单讲参与击杀送一次大招和小凯旋 这样极大弥补了狐狸以前三段大招只能摸一套的尴尬 以前狐狸空意就唇刮 而团战你又只能溢到前排 既没有法师的爆发 又没有炮台稳定 大部分狐狸玩家遇到的问题就是 团战不小心蹭了一下AOE 就残血不敢进场了 只能溢一下前排刷一下存在感 容错率极低 那还不如玩妖姬呢 而新版狐狸有了刷大招和回复的弥补 让狐狸整体的操作空间大大提升 能从容的开团 能慢慢处理前排 再慢慢找机会进后排 所以后续LPL出现狐狸的机会非常大 事实上一旦小法师 狐狸这种能动的法师开始泛滥 加上瑞兹 熬夜波比这种英雄 本来就有一席之地 那么后续维克多飞机的发挥环境 是必然会大打折扣的 你不可能真就挂在中路硬刷呀 所以版本节奏的加快已经是必然 上下两条边线会更加重要 尤其是上路 作为单人线 能够发育的空间是足够的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破剑者流派 所以如果有队伍依旧还抱着那破B双C 打慢悠悠的发育节奏 那我认为一定会在后续赛程跌一个大跟头 那么等12.4真正上线后 我们再来仔细看结果吧 而新辅助英雄由于刚刚上线 我也还在观察 就不对他有太多评价了 仅从目前来看 我认为这个英雄最赖的反而不是大招 而是W的复活 建模表示很干呢 等12.4正式实装LPL了 我们再来细聊这个英雄吧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 然后这周四 我要去做一个近视眼矫正手术 所以这周就只跟一期了 下周恢复更新速度 之前答应大家的RNG分析视频 也会一并更新 那我是袁某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